昨天立法會財委會 特別財委會談財政預算案 一貫的做法是將一個部門的財政預算、開支、追加預算等等在那裡談 雙經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 香港電台廣播處長梁家榮一起出席 雙經局發工去踩港台 點名梁家榮要負責違反一個中國 之後第一次大家同台見面 是否同台演出是否同床異夢 當然百分之百是 說兩件事在這裏 我都覺得都相當好笑 第一樣講過輕鬆一點的就是這個梁志祥 梁志祥這個鄉事派也是民建聯 我也不太明白建制派這些 在立法會裡面那麼X交叉的 議員為什麼一直都不掌勁 對於這個現實世界發生什麼事 其實一無所知完全是一個夢裡面生活 而且那種純粹是自己唯威唯 只是自己互相拘捕大家的背脊 自以為是 自以為自己怎麼擅長 那種這樣的心態一直都存在 沒有改進沒有進步過 梁志祥就 問問梁家榮 大家可能在網上看到一條影片 就說你們香港電台的收視率很低 給你六億值不值 然後他就說何君堯那條片 收視率很高 二十多萬 隨時你講台什麼是多少收視率 梁家榮 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電視部支出六億 顯示到人工和節目製作費用 在這裡我想抄一筆 因為香港電台 是政府部門 所以政府部門的錢 很多政府部門的編制 當然當然要 除了製作人員之外 亦都會請一些好像我們類似的 叫做 Felancer 然後就好像藝員的身份 拍一部就一部錢 拍一閘一閘錢 停貴的時候就沒有錢 我們這些支出是最低的 然後就有些非公務員合約 那些就比公務員合約的 薪水力都低一大截 除了這些製作人員是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之外 政府部門一定有很多編制 文職的編制 部門的秘書 有很多 很多這些支出 所以 給六億大家會覺得很多 但實際上因為這個政府部門 一定有這麼多種種的架構 是沒有辦法 是很大部份的錢 放在行政的部份 他就說給六億香港電台梁家榮 港台電視覆蓋率去年下半年才覆蓋到90% 但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不只是說收視率 是說做多媒體 所以除了傳統的收視之外 梁志祥一聽到收視兩個字就插嘴 你的頭條新聞是多少 收視率是多少 何君堯的收視率很高 二十多萬 你剛才收視六千多個投訴 你竟然說自己有三萬多個贊你們 阿榮呢 我叫他叫阿榮 不好意思 大家年紀都不相差太遠 但我想 沒有十年 阿榮聽完之後就氣定神閒地回答 剛才你說的應該是點擊率 說收視率叫Rating 很傳統的想法 點擊率叫Hit rate 或者Viu 點擊率 頭條新聞是2019年1月到今年2月 點擊率是2000萬 鏗槍集是3600萬 而且2000萬只是包括Facebook YouTube 和RTX的Apps Share 其他社交媒體的未計 似華一出梁志祥 黑肚懵了 不知怎樣回答 何議員二十多萬 很厲害 何議員那個也不是收視率 那個叫Hit rate Click 有多少人看 看得多長 如果熟悉YouTube運作的朋友 就不單止是View 只要說 你的影片是20分鐘 究竟 平均看了多長 這個很重要 所謂engagement有多少 Retain有多少 觀眾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計算方法 所以 這些 建制派的議員 真的不知道 這個地球是怎樣運作 跳出來 7 雙方 是不是 刁人營眼 娛少大方 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他好像撿到寶 又好像 郡炳強的說法 如獲至寶 有個梁家榮來做把 但是梁家榮這個2000多萬 那個點擊率 頭條新聞三千六百萬點擊率的鏗槍集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新的數字 不是第一次review 不是第一次公佈 如果大家記得 早前 當頭條新聞被 頓炳強先後兩次投訴的時候 發封血雨的時候 梁家榮已經出了一封信給香港電台的同事 在附件裏面 把這個數字拿出來 加起來 是去年 到今年 整整一年間 究竟有多少人看 新聞在不同的 渠道裏面包括Youtube Altescue App Facebook等等 App也可以包括在手機上看 電腦上看也有不同的 統計可以統計出來 這不是新的 如果這群建制派的議員 去留意新聞 看看網上的東西 你又知道 你不要問問題 問得那麼奢奢 可以嗎 這個就是笑大人的口 這個就是 其中之一 你說建制派的議員 是這樣的 政府官員又怎樣 幾十萬一個月 剛才宣佈說減薪 不知減多少成 我沒有詳細看 剛才宣佈說減薪 幾十萬一個月 你又能夠去哪裏呢 邱騰華 在立法會當然 被人問他 究竟 你 不及發聲明 就說 墨博記者 Yvonne Tong 問世衛 助理總幹事的問題 例如 Consider the membership 台灣 WHO 你可不可以重新考慮 或者再考慮 台灣 在WHO 世衛的會籍 怎樣 為之 有為 一中原則 因為 邱騰華發表聲明之後 政府官員 沒有怎樣和應 但是 林鄭在昨天 早上早出行政會議前 見記者 她說認可和支持雙京 港局的立場 然後說 港台需要秉持一國兩制的原則 即是 不是邱騰華自己 又是 衝出來 7 她是得到整個政府 承受 至少得到林鄭承受 為她背書 所以在特別財委會 議員不停地問 究竟 有關港台記者向世衛官員提問 有沒有宣揚台獨 有沒有唱台獨氣 因為大公民會不停地攻擊 說他唱台獨氣 今天這個大公報甚至要求 梁家榮一定要辭職 好了 邱騰華的回應是甚麼呢 邱騰華的回應就是 我的判斷 跟我的聲明一樣 我覺得 他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如有任何情況出於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有侵害 很明顯是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覺得 他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後來雙經那個補充 他指整體的節目 現在問題是 我不管你說整體的節目 還是 Yvonne Tong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有 大家 語言一直問 究竟他講了哪句話 問了甚麼問題 是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宣揚台獨 邱騰華就說 現在不是 說一個問題 不是說 單一的片段 是整個節目的製作和表達 我覺得 他 整個節目 是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覺得 邱騰華 想著做特首 想到權迷心竅 判斷能力完全失準 你找這個節目來開刀 充出來表忠 充出來表態 表給你阿爺看 表給中聯辦看 希望林鄭 中途換馬的時候 你可以做特首 司馬超之真 之心老人皆見 但問題的關鍵就是 你好像 搞錯了 拿錯了 一件事來開刀 你搞個投名狀 也不是 問世衛總幹事 這個問題是做投名狀 你搞錯了 因為人家具體問你 他 你說 要說投訴 整個節目 整個節目說什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 我就看一次 很簡單 就是 外國 主要是外國 英文節目 主要是外國 歐洲 美國 英國 這些國家 在上兩個星期的時候 那個疫情 很恐怖 大聲以幾何級數 上去的確診人數 而死亡的人數也相當多 到今個禮拜 都未 這個 稍緩 都未看到 曝光 說這件事然後跟著 說台灣 那個 抗疫 的成績 然後就問世衛 助理中幹事 為什麼 整體 整個節目的製作和表達 是有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為什麼 如果整體表達 是有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他認為 無意介入製作 但如果整體表達 影響一個中國原則 必須指出 而 就是 是否需要下架和要人負責 他就說總編輯 編輯節目交給 廣播處長梁家榮 處理因為他是總編輯 你可否說到 如何整體表達 你舉些例子 永遠都要舉些例子 欲交之罪都要舉些例子 因為你問問題問錯了 梁家榮也在會上回答 他說 大家留意 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世衛在 助理工總幹事 出陽上的片段出了街 在香港在國際瘋傳之後 世衛發表了聲明 我覺得 如果這個助理工總幹事 按照這個聲明的口徑說 完全不需要 固定 出不了聲 然後就扮 聽不到 然後就 剪線 然後就再回答 連台灣兩個字都不敢說 因為世衛這個聲明 說了很多次 他的說法很簡單 第一 世衛會員的資格 是由 世衛會員 以國家的名言去決定 不是由世衛的職員去決定 這個很清楚 就是說 你問錯人 你不應該問這個助理總幹事 助理總幹事都可以這樣回答 這樣回答沒有問題 第二就是 台灣不是世衛會員 會員國 不過 世衛一直跟台灣有溝通 有 建立這個聯繫 有交換很多資料 交換很多個情報 資料 Information 用日文說 當它是情報 Information 交換很多資料 那就回答了 如果世衛的助理總幹事 懂得用這個口徑回答 完全沒有問題 我相信 Yvonne Tong 都不會被扣 違反一個中國 的母子 甚至說去主張台獨 世衛自己都說台灣 不停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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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世衛對於台灣都是很忌諱 很忌諱 即是他還是WHA 叫他參加這個 世衛的世界衛生大會 的時候 蔡英文上場 之後 觀察員又不能做 這個世界衛生大會又不能開 用很多不同的名義 講台灣 不敢直呼台灣的名字 中國台灣 中華台北之類 很多不同的名字 今次世衛的聲明就用了台灣 直接用了台灣這個名字 那是不是在搞 一中一台 兩個中國 或者台灣獨立 是不是 所以梁家榮站得很硬 站得很硬 Pulse 我一再重申 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不可以違反的 香港電台一直確守 這個我覺得是很清楚的 你用這個來抓他 然後他就說 世衛已經回答了 世衛已經回答了 大家去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鏗鏘有聲的回應 站得硬 我看看 你休騰華 當你休騰華發了一個聲明 說那個節目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港台發聲明回應 我們一直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們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然後 沒有東西需要跟進 你現在休騰華又就說 又在立法會說 說他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因為我覺得他違反 我就是法律 我說他違反就是違反 不用拿證據出來 真是權迷深效到這個程度 你弄錯了對象 你找這個 Pulse來開刀 你找頭條新聞來開刀 可能大家都覺得 抵他 你找Pulse來開刀 一個這麼專業的 新聞節目 問一個 完全完全小心翼翼問 連台灣的說法都是 Pulse來開刀 那個地方 又不是那個國家又不是那個地區 Pulse 即是中性到不得了 你找他來開刀 你弄錯了 找一個人頭 來做 你 只會被人笑 你夠膽就動 當梁家榮站得很硬的時候 你夠膽就炒他 他到明年8月就約門 我看看你怎樣 是不是在8月之前就要動了 用來做投名狀 把梁家榮的投案做投名狀 還有一個很可笑 就是這個 建制派一直抓住 投條新聞 什麼 欺笑怒罵 諷刺時弊 你說黑警 用警察用黑警 我們真的很小心 我們沒有用黑警 我們這個是 萬二分小心 這些bad taste的東西我們是不說的 對不起 真的是bad taste 某程度上一個主流的媒體 是不可以亂說的 我做YouTube就可以 我用黑鍵的黑 我用黑鍵的黑 所以 不要 隨便扣別人武士 搞清楚什麼事 這一點是很重要 還有很好笑的地方 也有人去問問 雙經局 雙經局 我會詳細說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那個記者 什麼名字 又又 又在 特朗普面前出了洋相 我也有 特朗普問他是不是work for China 他說I work for Hong Kong 如果 如果這位鳳凰衛視記者說 I work for Hong Kong 而不是I work for China 大家就問一個問題 香港不是中國也有部份嗎 你是不是搞港獨 這樣的時候 有沒有 反一中啊 你這樣說 明報記者就問 這個 這個 雙經局 即是香港電台的 老闆 他的老闆 香港電台 就是這個陳志全 這個 昨天在立法會那裏質問雙經局的 邱騰華說港台節目 為何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鳳凰衛視說No I'm working for Hong Kong 算不算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邱騰華說陳志全轉而是善和 亦都沒有正面評論 鳳凰衛視記者 這個言論 我覺得真是很好笑 即是無論我剛才說的建制派 的議員 水平低到不得了 我真是想不到 月入幾十萬 幾百萬年新的這些特區政府官員 在這個權力的 權力用 去到一個遮住自己的眼 閉塞自己的腦袋的情況下 竟然可以 跳出來 這樣 去指控一個 很專業的記者 去問一個世衛 助理中幹事的問題 然後 扣一頂這麼大的 帽子 給他 我覺得 夾硬到這個程度 你會令到人失笑 現在我們看看 現在梁家榮 任期 去到 還有年多 究竟 雙經局 在 港台上上下下都企硬的情況下 你可以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你會離譜到什麼程度 荒謬到什麼程度 大家放牆雙眼睛看 好了大家可以繼續 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Youtube的channel 那邊可以給五元美金 就可以看 一個月 有人說 吃個早餐現在都可能需要這樣 現在可能便宜了一點 吃個午餐就一定要了 那這邊你可以繼續 去看 這個Youtube Class 繼續comment like advertisement subscribe 還有shar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這條片今天講到這裡 晚一點回來 有第二條